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明天川普和贺锦丽要进行第一次总统面论了 他们两个人以前基本上没有正式交锋过 同时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几乎没有 所以人们就特别的关注 因为现在离11月5号大选只剩下八个星期的时间了 那么从民调方面来看 就是很多的人至少有28%的民众说 他们在投票之前还是想多了解一点贺锦丽 而想多了解川普的人只有9% 所以说这场辩论与其说是对 当然对双方都是相当重要的 有可能变成今年大选的一个胜负手 因为他辩论从这个内容来看 从双方之间阐述自己的政策来看 从给人们的观感来看 都可能对大选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但是对贺锦丽的影响就更大 因为相对于川普 他是属于 就是人们更不了解的是他 而不是川普 所以他如果表现好 这个政策表达的清楚 能够支持更多 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 就是独立选民的支持的话 那有可能对他的大选产生的影响 要比对川普的这个更大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辩论前的民调 来小小的分析一下 这一个比较有公信力的民调 是美国纽约时报和塞亚纳大学 Siena College他们做的 这是他们长期合作的建立的这种公信度 也就是说左派不会批评他 右派也不会批评 大家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信这个民调的 而这个民调呢 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就是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这是第一次啊 川普在全国范围内 咱们不是说什么摇摆州啊 什么地区性的 是在全国范围内呢 是领先了贺锦丽 是48比47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民调 它到底准确度有多高 那顺便也告诉大家 民调呢 只是在美国近代19个总统以前开始的 它并不是从美国的开国元勋 华盛顿那些年代开始的 所以它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么一个现象 但是慢慢慢慢 人们越来越觉得 在大选前的民调至关重要 可是呢 用民调去分析 谁会谁赢 谁会输 谁会赢啊 这个就比较困难 咱们拿棒球举例 有人拿棒球举例啊 说如果你分析这个棒球的胜负呢 你的数据是多少个比赛呢 是23万8000场比赛 就是23万8000场的比赛都有数字 都有记录 你用它来分析 有个电影叫Money Ball 对不对 就是说棒球这玩意儿 最终就是数据 两方面打的就是数据 什么球员跟着什么样的数据 可是总统大选只有19 所以19个民调对23万8000个 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以依测的 那么贺锦丽今天是什么地位呢 她的民调不如2008年和2012年的奥巴马 她的民调不如2016年和2020年的 喜莱利·克林顿和拜登 这是她处的现在的这个地位 也就是上述的那四次民主党人呢 都有比较清楚的领先 尽管喜莱利输了 但是她的民调还是领先的 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背景 先介绍给大家 所以这是一场恶战 因为太接近了 误差是3% 他们俩只差1% 这就是明天的这场辩论 至关重要的原因 他们谁都不能说错一句话 都不能有任何的一个动作 哪怕是咳嗽一声 或者是出汗等等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但是问题是 这事情就是这样 你越怕出错 他就越出错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使得 明天的这场辩论呢 充满了期待 和有可能发生的戏剧感 对 这就为什么 你看那个媒体当中都在报道 贺锦丽已经闭门集训 五天 在这个费城的比斯堡 在这个比斯堡这个地方 宾州 宾州的比斯堡 然后川普呢 因为辩论是在费城 对 这个川普呢 稍微随性一点 因为他毕竟参加辩论的机会 远比或者是经验 远比那个贺锦丽要多 但是也是非常重视 他的这个身边的助手是说 尽管他所谓的随性就是 他是和他的助手一起在讨论 这个政策问题方面呢 实际上就是在回答一些问题 同时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的时候 他也是一再表明自己的这个立场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辩论当中他可以用的 但同时人们也说了 他对今年的就是对明天这场辩论的重视程度和准备的这个时间 经历呢远超过2016年和2020年的所有的总统辩论 所以呢他对这个事情也是相当重视的 这次的这个民调啊 说实话不容忽视 因为其实在这个民调之前 从那个贺锦丽就是在拜登退选之后来接替他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以来啊 实际上媒体对他是给予了非常多的报道和这个比较正面的这个这个曝光啊 所以呢实际上他是在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过了一个月 当然相对来说对川普来说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月 但是这一个月过去之后呢 人们突然发现说这一次的民调 他的支持率和7月下旬的时候 这个拜登宣布退选 他宣布他来接替民主党的这个就是总统候选人职务 当时那个民调呢 基本上支持率差不多 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兴奋期之后啊 他的这个就是民意的支持度呢 逐渐又回归到现实了 那这个呢 对民主党来说应该是引起注意的 刚才说的是全国性的民调 是48%对47% 他略输一个百分点 在七个摇摆州的民调呢 基本上也显示出相同的这个结果来 所以呢这个倒是看上去几乎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在某一些摇摆州 他还领先一两个百分点 对 有领先一两个百分点 也有落后一点的 对 要不就是平的 相等的 那么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个民调下面说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民调当中发现有5%的选民 是尚未决定投给谁 这5%变成具体的数字是百万几啊 对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5%数字比较低 但是从5%的人不知道投给谁 这个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了 就说明这两个人呢 没有一个人他有叫绝对优势 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人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么一个人 没有这种感觉 犹豫什么呢 大家其实我坦率要讲明天这个辩论 你别看给这么多的报道和压力 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多的新的东西 原因是在这儿 你说该说的是不是都说了呀 对不对 就是说说有什么新的东西也很难 那么他们主要的是什么问题呢 叫做经济战堕胎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就看你是认为哪一个比较重要了 经济呢 这个事儿是拜登和贺锦丽得一起承担的 贺锦丽他不能说这个事儿我不管 我是副总统 他在任何的问题上都不能 也不应该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说这不是我的决定 对不对 不管是阿富汗撤军了还是什么 他总是跟拜登绑在一起的 他必须得先承认这个事实 然后从这个基础上去找到一个反击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堕胎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堕胎肯定是在他手里 这是他的一张王牌 那经济呢 是川普的一张王牌 必须得承认 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从这个民调中发现 是认为这个国家走在错误的路上的 只有30%左右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是走得对的 这个路子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 咱们稍待一会再看一看 在川普的民调当中看出他有哪些弱点 那么再看看什么西渔人 黑人 年轻人 女性 对不对 在这些民调当中表现出来的 他们对这个选举的态度 之后 我们再看看这俩人是怎么准备这个辩论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林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在劳工节之后 进行的第一次民调 发现两位总统候选人 基本上是叫做旗鼓相当 现在是好像在伯仲之间 在全国的那个民调当中 或者是七个摇摆州的情况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 也就是说有人略领先一点 另外一个人呢略落后一点 基本上都是落在叫做民调的正负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呢 双方这个现在就是谁获得明显的优势呢 都不是特别 都不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竞选呢 就变得更加有悬念了 于是大家就更加重视 明天晚上他们两人要进行的辩论了 这两个人呢 基本上都想打出一个旗号 就是想要告诉民众 自己是属于可以带来改变的那个候选人 大家因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说过了 61%的美国人认为说 现在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那既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他就希望改变嘛 希望纠正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同时有不少的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说 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对他们的生活压力呢 变得比四年之前更大了 所以这个呢也需要进行改变 所以呢 两个人都打出想要改变的旗号 但是在民调当中 人们发现说 只有40%的选民认为说 贺锦丽是代表改革的这一方的 而55%的选民表示说 他更代表着就是沿袭拜登的各种路线和各种政策 而61%的选民认为说 川普才是那个可以代表改变的人 那可以想象出来 因为川普他提出来的几乎所有的政策 都是和现在的拜登是相反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原因 他在野呀 对 对不对 他当然是要改变 如果不改变 那我要你干什么呢 所以对他来说更有利点 这让我想起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 都是打着这个改变 都是在改改改 都是提的这个旗号 就是改变变成美国大选中的一个经常听到的一个口号 也必须得扔出这个口号来 才能激发选民 但是你刚才说的旗鼓相当这一点呢 其实这一点对于选民来说 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 咱们比如说一个候选人 民调领先 另一个候选人18% 你觉得是不是大家就没什么意愿投票了呢 没错 对不对 这个很像体育比赛 咱们知道在某一个体育比赛当中 一个全国冠军队 咱不管这是什么比赛 比另一个队 从排上来说 一个队排第一 另外一个排34 这个比赛票价什么之类的 有点一面倒的这种气势 没意思当然这个东西 就是咱也不能拿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未来去当一个娱乐来看 但是毕竟这一次的选举 你还真的得承认 它充满了戏剧和娱乐 6月17号对不对 拜登邦当的一下退出去 说到这个 川普现在已经呼吁修改 美国宪法第25纠正案了 你看到没有 他是说这个东西 不行以后 你们党内 起哄一下把一个已经在初选中 拿到名次的候选人 这么一个候选人给推掉了 那这样的话 他说建议应该弹劾那个副总统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选 因为你之所以出来 是因为背后的这么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违宪 他现在已经提出这个了 但是他现在不能多提这个 因为多提这个显得有点怕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很微妙 他只是在一次竞选集会中 他提出了这个 但是这个已经说明问题 就是他们呢 看到了贺锦丽的势头 三亿多了 他现在那筹款 哗哗哗的往前走 以及在民调上面的 比拜登的那个改变 拜登落后川普六个百分点 没错 这是非常大的 所以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呢 首先就打经济 如果是打经济呢 这民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咱们只挑经济这一条出来 那么川普比贺锦丽啊 要多13个百分点 就是这么多的人认为 如果对经济上面有所改变的话呢 那还是要川普 但是堕胎呢 贺锦丽占15个百分点的优势 这个14个15都不重要 因为这是肯定的嘛 这是一件民主党的事情 经济那是两党都要在意的事情 所以对于贺锦丽来说呢 他你听着啊 他明天晚上的辩论 几乎百分之百的 会为这个事情说这样的话 因为经济肯定会提起来 他就是说 这个经济的糟糕 是川普在疫情期间处理不当造成的 我收了一个烂摊子 所以我们增加了多少工作机会 对不对 做了多少投资 接下来我们会将经济变得更好 肯定是这样说 对 那么对通货膨胀来说 这个人们的生活的这个压力增加了 那贺锦丽提出的政策 主要就是抑制物价 他刚才 他在之前的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 其实也说起过 就是他要争取抑制物价 不许让物价 不许让这个大的公司超市什么的 任意的加价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 当然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后果 因为共和党已经在批评了 说你抑制物价 这不等于是这个1971年72年 那个尼克松当时的 抛出的震撼弹差不多嘛 物价和工资半年之内不许上涨 结果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响 这不是和那个独裁的国家差不多了吗 凭什么不许让物价跟随着这个 这不是市场调节是最有效的吗 可能就是会提出这样的东西来 从民调当中来看呢 或者从这次的这个辩论的 这个大家准备的情况来看呢 基本上人们关心的一些议题呢 是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 民生的东西 包括这个通货膨胀 包括就业率 包括制造业的回归之类的东西 就业的人数 第二呢是叫做国际的安全问题 所谓的国际的动荡呢 就是主要是这两场战争嘛 一个是俄乌战争 一个是以哈战争 所以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 在未来的这八个星期之内 出现任何转折 都会对这两个候选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绝对的 对 如果要是这个俄乌战争 比如说俄罗斯一方面 或者是乌克兰一方面 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的话 那么对另外一方支持俄罗斯 或者是支持这个 就是对 他对现任的政府有帮助 对 没错 因为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执政企业嘛 对对对 如果要是以哈方面达成一个 比如说停火协议 那就更大了 那就更大了这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变数 但是在辩论当中 一定会提出来 这是第二个人们注意的话题 第三个就是社会治安的问题 因为现在共产党主打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你在你的四年的任内 无家可归的人多了多少 然后什么打打抢犯罪率的人增加了多少 然后第四就是边境问题 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 这个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反而堕胎跑到了第五位了 所以呢这个堕胎的问题主要还是争取的是女性的选民 所以呢而本身女性选民大多数是支持民主党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给这个贺锦丽加分的效果呢 并不是那么明显 那么接下来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人格的问题 对于人格的问题呢 两方面都认为说不易多题 尤其是民主党这方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次民调中发现 其中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关于川普的人格问题 比如说什么34项重罪了 什么否认2020年什么大选 等等 对民主的威胁 对民主的威胁 两次被弹劾等等 这些发现支持川普的人 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 你如果拼命的去揪他这个 你知道他的侄女Mary Trump写了一本书 里面讲当年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 他的SAT成绩就是花钱找人 对枪手帮他考试 枪手帮他考的 说从考试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撒谎的人 他高尔夫求撒谎成性 对不对 说他在生意上撒谎 你不撒谎你怎么有34项定罪呢 你在生活中也撒谎 对不对 你对你太太的诸多的这种不忠的行为 所以这是一个撒谎成性的人 好你去打这个 他的支持者说 我们都知道 我照样支持他 所以在辩论当中 这方面你可以放心 他们的民主党的火力 会比较少一点 至于其他的那些问题 咱们看一看 这俩人是怎么准备的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准备 明天就上场了 我们一看这个也挺有戏剧感的